岳武为了救星影不幸牺牲 怕配为了复活以往连命都不要 这一期盘点一下开心超人联盟中那些牺牲的反排 意味讨厌战争的岳武 他从小就是战争孤儿 一个陌生的姐姐给了他一个包子 还邀请他去家乡玩 但因为战争他们意外分开了 后来岳武得到罗素的帮助 就听从安排跟星影一起去抢夺能约河 他一直都想去那个姐姐的家乡看看 可惜在与开心超人决战时 星影动用了会把他吞噬的银叉力量 岳武为了封印这股力量被误伤 直到最后也没能实现冤枉 第二位渴望变强的按摩 他曾经是一位正义的超人 为了打败挂手主动吸收暗之力 可人们不承认他的力量 他被暗之力蛊惑开始追求强大的力量 后来被远古五超人封印 又在三大护法的帮助下复活 拿到兴致力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力量 最后受到开心超人的影响 自愿和塔布特星球一起消失在宇宙中 第三位忠诚的罗素 他一生追随暗魔 毕生的心愿就是帮助他称霸宇宙 可惜暗魔只是把他当成妻子 为了取得超人的信任 他残忍地将他伤害了 第四位不像坏蛋的司徒 他做事勤恳且重心重义 可惜跟错了主人 暗魔为了挑起超人之间的矛盾 暗中将他解决并嫁祸给花心超人 第五位命运悲惨的卡佩 他和爱人亦旺原本幸福美满 但罗素看中了亦旺的情报分析能力 就涉及让他为暗魔服务 最后再一次行动中牺牲 塔佩为了查明真相 自愿扯为暗魔的手下 后来偷袭暗魔并抢走心之力 企图复活以往 可惜他拼上性命还是失败了 暗魔的力量将得吞噬 第六位一心复仇的分歧 他的父母被罗素杀害 家园也被黑暗势力毁灭 为了复仇 他将星河石融入体内 虽然力量俱增 但也失去一时 他的好友丽莎为了救他被误伤 险心三明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带来的灾难 化作星河石 镇压在海底 使地心恢复平静 第七位 不会拒绝的路色 他性格软弱 从来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 因此受惊欺凌 后来他设计一款游戏 企图把所有人困在里面 随意欺负 被超人打败后 他又把病毒释放到现实世界 因为翟莫什曾经鼓励过他 最后他被感化 自愿化成数据 消失在游戏空间里 第八位 气软怕硬的创老板 他每时每刻都在压榨员工 为了提高公司销量 不惜让宇宙陷入混乱 露色人受不了他的气压 将他吸进虚拟游戏里 变成仓鼠玩笼 最后被一巴掌拍扁 变成一堆数据消失 第八位 阴险狡诈的凯撒 他是位军长 却勾结黑暗的势力 毁灭阿德里星 后来还勾结当八军 侵略星星球 最后被小心超人和加罗 合理终结 第九位 野心勃勃的邪恶超人 他设计将五超人抓到全心 想用他们的能量 也只能征服宇宙的终极武器 最后被宅在家的 自毁装置毁灭 第十位 帕腾的热呵呵 他夺走人鱼公主的歌声 想开采卡洛斯金属 强化实验机器人 最后被开心超人 分印在卡洛斯金属里